大家好啊 我是袁胖 发明能变发财 大家对发财感兴趣的 可以直接搜索发明迷双准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新型发明项目 是一款植物染发剂 这个发明人呢有点厉害啊 是个女发明人 是个博士 她叫陶美华来自湖南 她呢一个博士 为什么想着去搞那个染发剂啊 这是因为呢 她有一次留学回来 发现她的母亲染上了头发 用的是市面上常用的发学染发剂 味道呢刺别难闻 她本人是学发工的 她就知道啊 这些发学染发剂 可能对人体有一些危害 所以呢她为了妈妈的健康 她就想呢发明植物染发剂 因为我是学化学的 我知道以后这些染发剂用多了 会致癌啊 我想我父母培养了我几十年 最后我还让他们 接受这样的产品的危害 我自己就是学化工的 我为什么不研发一款植物染发剂呢 用植物啊 染发剂取代化学研发剂 这个过程呢 那是相当的艰难的啊 让喜欢研发的人 可以更健康的染发 这个想法呢 按理给来说是不错的 那我们的发明人 陶美华研发的这个植物染发剂 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跟传统的发水研发剂 有没有区别呢 从研发到现在 发了十年时间 其间三次变工配方 历经三年的样本人群试用 我们的染发剂 是不含有本案类的成分 也不含有双氧水 我这个发明 与其他传统的染发剂的作用原理 都是不一样的 传统发剂染发剂是 AG与BG混合 它们之间是一个氧化反应 那我这款染发剂的话呢 我是先使用第一剂 然后使用第二剂 它们之间是一个 物理熬合的一个吸附作用 我这款产品主要解决的就是 染发剂的一个安全健康问题 还有就是染发不伤化的问题 不管是过敏体质 还是关注安全健康的人群 男女老少都能使用我们的染发剂 这个淘马华研发这个植物 研发剂居然发了十年时间 确实不容易 但总算是付出也有回报 现在它这款染发剂 面世以来供不应酬 开了自己的公司 建议了自己的生产线 一年的保守收入估计 也达到了2000万 实现了财富自由 所以搞发明还是能发财的 付出了努力 就没有白费的 凡是发明明产品 如果找原胖 原胖给你送礼包 要找原胖 请评论私信留言就可以了